到反面的时候剪到反面的时候不剪 再到正面再剪交替重复一共四次 这样在这一侧你就剪完了之后四针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先平剪一个三针 然后再剪去四针 也是按照之前的规律 隔一行剪一针剪四次这样完成的 好了 这个时候你剩下的所有针数 就一直向上支吧 一直向上支 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和增减 然后你的总高度 我说的是总的高度 从你页下第一次剪针的这个位置算起 当你的总高度来到了22厘米的时候 22厘米 就是从我们页下开始剪针 一直到向上22厘米 这个时候才算完成你的后备票 明白了吧 好 后备票完成之后 我们给它留着针啊 都放在支针上 然后我们来 翻到前面来啊 来进行前片的编织 前片通常情况下 都会比后备票要晚支 好 我们来讲前片啊 前片 实际上也是在页下这个位置啊 分出前后片的 从这个位置开始 我们不再还行之而变成往返之 明白了吧 同样 它也是经过 刚刚我小讲了一下啊 它也经过页下剪三针 另外一侧也是要剪三针的啊 就剪三针 然后在它的这个位置还要再剪啊 通常也是啊 跟后面一样的 隔一行 剪一针 剪四次 两边都是这样的剪 那么有个小问题 我问同学们了 光前片一侧的页下 一共剪了多少针呢 如果你能够立刻告诉我 一共剪了三针 一共剪了七针啊 这是非常正确的啊 好 两侧都剪了七针 好了 但是关键问题来了 在我们剪针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完成剪针 实际上就已经来到了 要剪领口的这个位置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两方面同时进行 一边在页下剪的针 一边要观察自己的高度 怎样观察 也就是从这个位置啊 距离你的后背片 因为后背片已经完成了啊 距离你的后背片 高度在二十厘米的时候 明白了吗 就是你在一边剪你的正面 页下的针数 向上编织的过程当中 然后一看啊 我这位置已经距离 后背片有二十厘米高了 好了 立刻的不要再继续织了 要干嘛 要在领口这位置剪针 实际上 你从这个时候开始 又把前片分成了两部分 再缓缓地向上织 明白这意思了吗 好 我们现在来说 页下领口这个位置的减针的方法 首先来说啊 我们要平收领口正中的这十六针 我说的是正中而不是一侧啊 是正中 正中这十六针 好 收完这十六针之后 在它的一侧 通常我们都喜欢先至这一侧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编针爱好 这一定是先软成这边 然后在这边啊 好 然后在它的十六针的旁边这啊 你要给它 然后就是剪完这十六针之后呢 反面之 再到正面的时候呢 干嘛呢 给它剪三针 而且是每两行剪三针 剪两次就行了 给它简单说下的顺序啊 中间我平收了 十六针了 双着十六针之后 然后 正面 不动它 反面不动它 到正面的时候才剪三针 然后反面又不动 又继续织啊 再到这个位置再剪三针 所谓的每两行剪三针 剪两次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剪完这三针之后 我们再每两行剪两针 剪三次 就是所谓每两行 就是隔一行啊 然后再 每两行剪一针 剪三次 这样 才能够形成你现在所看到的啊 这种像鸭蛋一样 非常圆润的这个位置啊 如果女士穿的话 它会非常恰到好处的展现出 胸部的那个非常好看的那个环节啊 好 这一侧是这样的 为了对称另外一侧不用说 它也是这样的 有一点啊 提示大家啊 你可别上这来又剪了十六针啊 十六针在正中间 明白了吧 在它的左右是这样的剪针手法 好了 剪完针之后 逆时针手 不加不减一直向上推进 正面反面啊 一行一行的向上直 两侧都是这样的啊 一直到与后背片 一样高的时候 与后背片一样高的时候 也就是从你的腋下 从你的腋下开始简单的位置算起 然后到上边这儿 总高度达到二十二厘米的时候啊 你的前片才算完成 两个前片都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好 然后就到了这个环节 什么呢 就是挑之领口 挑之领子 好 你看啊 领子的这个位置呢 相对来讲 反而到变得非常的简单 只是挑之的时候啊 稍微的在你剪过针的 这个两个小位置啊 大家挑的时候 稍微认真一点就好了 这一圈啊 我们一共啊 要给它挑出86针 86针啊 看这一圈 一共是86针 然后我们用六号针啊 将这86针给它支 两厘米的锁链针 锁链针就是一行正一行反 一行正一行反 最后可以给它收平边 为什么要收平边 而不收机器边 因为这件衣服最美的啊 就是这些小的细节 如果你收机器边 它就参差不起了 对不对 而且它足够大 所以我们收平边 就是收成这种正针边啊 它会显着非常非常的对称 非常非常的均匀 而且整齐 明白了吗 好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来进行它的 袖子的编织啊 袖子也是从下向上 这样走的啊 这样编织的 你看实际上 有时候我们设计好之后呢 有的时候工人呢 没有注意你的这些细节啊 本身我让大家不要织这种普通的 普通的这种编织啊 但是有的时候工人就忘记了 然后就织成这种普通的双刀纹 实际上呢 如果要织成拧针的双刀纹啊 会更好看啊 好 我们来说袖子的织法啊 袖子 同样也是用的六号针啊 我们这个袖子啊 一共给它起了四十针 织的是双刀纹啊 这四十针下向一共织多高呢 十五厘米高 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这一圈是四十针啊 同学们 这一圈四十针 织完十五厘米高之后 然后啊 我们就要给它按照花纹 你发现了吗 就是我们胸部的其中一组花纹啊 被完全的复制到这个地方来了 大家看啊 这个位置的整体的花纹 实际上是有变化啊 整体的帧数是有变化的啊 我们织完十五厘米之后呢 会把总的帧数 给它加到六十针 因为这个花纹 这个啊 波多花纹 它非常非常的 需要那个帧数多一点 才能够形成这个效果 明白了吗 所以总帧数 我们是有四十针 加到了六十针 看到了吧 好 然后 按照花纹来编织 当然了 中间是一组啊 二十针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波罗针 然后左右各两针正针 其他位置呢 就全都是这样的反针 看到了吗 你的六十针啊 是按照这个来编排的 记住了吗 好 然后我们向上 一边环形编织啊 一边要给它 在腋下的地方加针 实际上 它已经足够宽松了啊 加针的时候 我们加的也并不是特多 只加了两次 也就是我们要给它 隔十七行 也就是第十八行 加一次针 也用加两次就行了啊 你看 看 加完了以后呢 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就是在一个位置 加完针之后 在一个位置加完针之后啊 另外一侧也加啊 袖子永远是成对的加 因为我们袖子是环形织的嘛 给它铺开的话 就是两边的加 最后铺开的部分 结合在一起 那不就相当于 加针的位置是连针的了吗 对不对 好 袖子在一路向上织的过程当中 当它的总的长度啊 来到42厘米的时候 包括起针的位置啊 我们从起针的位置 一直到腋下 看到了吧 它的总长度来到42厘米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腋下解针了 解针的手法是怎样的呢 首先啊 平收 实际上应该用三啊 因为它是整个的腋下的部分 一共平收了六针啊 也就是 给大家拿一个三来解释就好 解释了啊 也就是这边收三针 那么另外一侧呢 也是收三针 但是传统上啊 我们在织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本身就环形织的 你要收针的时候 肯定是把这六针一起收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手织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 大家通常都这样用的 但是讲解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一侧三 另外一侧也是三 所以大家啊 那个要明白它的意思 传统的 我们自己的喜欢的执法 和实际上图书上展示出来的呢 会略有差别 这就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充分地理解它的意思啊 好 我们在这位置 左右各减了三针之后 在腋下的正中啊 左右各减三针 减了这三针之后呢 还要继续减 形成我们传统的这样的 马蹄的 马蹄的效果啊 你看 我们文字上说 或者是教学上 应该说叫剪秀山 但是传统上啊 尤其是在北方 北京地区 我们都管这个叫 剪马蹄 就是马的蹄子的意思啊 这个位置的减法呢 是每两行减一次针 一共减十六次 就是隔一行减一针 隔一行减一针 一定要在它的两侧 这边也剪 另外的这一侧也要剪 记住了吗 好 剪完之后 你把剩下的所有针数 平收 平收之后 和正身相互 缝合在一起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了 给大家讲一个技术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怎样 能够将 已经完成的袖子 非常整齐的与正身缝合在一起呢 实际上 我知道很多同学啊 都是哎呀 这样的缝 是不是 你看这线条还在 都是翻着这样缝啊 一直一直这样的缝一圈 实际上 有更好的方法啊 同学们 除了这种方法啊 有更好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要采用 直接在表面缝合的手法 这样 你看 这个细节呢 就不会有 大家看到了吗 拉下来看啊 如果我们采用正面缝合 这个就不会有 同学们一定说 我们传统不都是在反面缝 然后翻过来吗 但那样的话 会有一道缝合痕迹啊 对不对 之后呢 有空的时候 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样缝合 袖子和正身 能够达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几乎看不出来 实际上 它就是利用了 所有花园的特点 我们在缝合的时候 就像 就是仿照了 我们支针的 带着线的走向 能明白这个意思 对不对 好 那样的话呢 两部分就会像编织的一样 非常的紧致 另外 可能同学会担心 他说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不够舒展 穿着的时候 腋下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被勒着的感觉 那怎么办 今天就顺便给大家说一个小的窍门啊 我们用正面缝合的时候 同时还要满足另外一个特点啊 就是我们要拿一个比这个位置要更长的一个支撑的硬直也好 或者其他什么也好啊 大家看 要把你看这是刚才这个 这个硬直啊 假设它是硬直啊 我们要给它充分的撑开 一定要比现在这个状况啊 还要大 还要撑得很充分 这样越是撑得充分 我们用啊 以后我教你的这个方法啊 来连接袖子里正身 你的这个位置啊 就会变得越舒展 越舒适 而且没有任何的 拙劣的这些小的细节 这些痕迹 好 之后呢 我会教给大家这些啊 现在呢 这个服装 然后整个呢 给大家讲的非常非常清晰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的互动啊 比如昨天有一个学生就说了 哎呀 我想知道那个鱼腥草针的织法 那个能不能给说说 或者说给我传张图上来 怎样怎样的啊 这些如果大家在编织上啊 或者就我刚刚讲过的这些课程里 大家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提出来 我会帮你用最快的速度解决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